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NFT了没 那我们就跟着Peter一起赚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NFT的方法 那就是说我们在做NFT的时候 我们是要短扎呢 我们是要短线 就是赚了就跑 还是要长线 然后可以做这种蓝筹 买得很低,可以卖得很高 那这个中间有一些逻辑 跟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 这边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首先还是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这边很多新闻 特别是白明蛋新闻 我第一时间会在那边退 那还有一些如果新的消息 比如这个NFT World 有一些新的消息出过 比如说他们现在在 这个WRLD 他们这个B跟Polygon合作之后 就所有很多的payment直接都在上面 比如说你的Xbox 或者其他一些平台 有办法跟他就做直接的 这个数据上的交换 那以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 那再来之前还有这个Shizuka Shizuka这边有新的白明蛋机会 大家也可以来follow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YouTube里面 最近YouTube讲的蛮多不错的项目 那上一周中午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如何超交易这种超级嗨 我觉得现在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讲比较多一些类似这种方法 让大家知道说 看项目怎么看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 或是如何思考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会比 更多的这种新项目重要 因为新项目毕竟是永远都有新的项目 也有都有好的项目 但是不可能每一个好的项目通通都讲到吗 不可能每一个讲的项目都涨10倍20倍50倍100倍了 那如果把这个方法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相对对各个大家的好朋友都更好帮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第一个我想要讲一个clonex clonex大家晓得clonex它是一个篮球项目 它是artifact这个studio出来 那它之所以能涨到十几个eats 就是它其实在最早四五个eats的时候被nike收购了 那我们要知道像这种 国际的大厂牌 他们如果要收购一家公司 他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他不是说随时便便我收购一家公司 那他收购公司之类 他们其实看很多个部分 第一个比如说他们看公司的结构 你的法务上 你的legal方面的结构 是不是符合他们收购的标准 第二个他们会看你的财务状况 第三个大家看你的团队 或是看你这个IP的价值有多少 那其实越严谨的公司 相对越容易有机会被这些大厂收购 那当然先收购这个先不讲 那如果你看ColonX我们先讲价格好了 你说价格他们最早开始出来 说是4.3个eats 他们其实在四个eats都盘很久了 四五个eats都盘很久了 那他们知道在新闻出来之前 他们好像才真的往上涨 那如果你记得他们这个图的话 我想讲的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朋友 在买NFT或做NFT的时候 最保守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得到白名单 得到白名单之后 我在白名单拿到 那我再直接命 因为命的地价格通常都是比较低 那拿白名单的方法各种 我到时候把拿白名单的方法 放在这边那个视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解释过很多 拿白名单的方法 那不管是有这个非诺尔 然后妹妹 或是在里面参加一些活动 抽奖 然后这滚猪 那甚至在推特 现在蛮多在推特上抽奖 或是有些留言 甚至在社群里面 常常有时候骂说 我们现在办一个活动 这活动就是 麻烦你在下面去拍一个 你咬了一颗柠檬 然后放上来照片 第一个放上来这个照片 也就得到个白 类似这样的活动常常都有 那拿白名单拿完之后 要干嘛呢 我就上了 就是公开发售完之后 上了OpenSea第一时间 其实有两个做法 第一时间就是 如果你最早命完之后 你放公开发售上 放OpenSea上 你可以挂的一个价格 稍微高一点 就机会成交 因为那个之前 没有任何历史记录 那第二个就是在 Preview Review 在开图之前 在开图之前 如果价格好 如果项目好的话 开图之前价格会往上拉 拉到一个程度 你开图之前的话 你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点 把它放售 那这样子是不是 你就可以把你的 这个利润放在口袋里 那这个其实第一个最容易的方法 但常常这样子做的话 很难说 我撞到20倍30倍50倍 那这个通常就是我那边讲的 今天要讲的 到底一个项目 我是要短线这样发 短线拿这样flip 我们就讲说flip的意思就是 拿白名单 然后公开发售写把它卖 或者是长线 不管是白名单min 那还是公开发售 之后去捞底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那我要讲的是 CoinX在这边 你看他这个被发 他们其实是 Announce 他们Announce那天 我记得好像是这里吧 忘记哪天 Announce那天的话 忽然之间他们的底价 就是从四五个意思 然后往上标 然后之后就好多人进去买 那大家都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在我们的群里面 不管是推特或是discord的信息 或是比传统的消息要快 那很多人 如果你看到传统媒体 你看到说 要空X被Nike买了 那其实他已经过两天了 那这个时候对我们 就是待在NFT 在这个群里面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这个信息上优势 所以新闻的第一时间 如果你去买 那基本上都OK 都会有一个利润在了 另外如果再来看Doodle Doodle也是一个很棒的项目 他们最早发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一左右盘很久 那我们这时候其实 去年年底开玩笑 我记得去年底有朋友在这边开玩笑 如果这跌到一个Ease以上以下的话 大家要去买Doodle 只是很可惜的话 就没有跌到一个Ease以上 或是跌下来的话时间很短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买到1.5 或者两个Ease以下都是很棒 为什么 他后面团队真的很棒 那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像ConeX或Doodle这种 你有办法在短时间买完之后 如果你没有flip 你放着两个月三个月 你看如果你买在1.5 其实你的回报都是10倍 因为现在他的底价是15 你明白我想讲的吗 像这种蓝筹 比如说ConeX 他都被Nike收购 那Doodle本身 他后面团队 不管是设计师 或他后面团队 各方面 他的这个社群的建设 各方面都是非常的 很完善 甚至他们有所谓的Doodle Bank 那所有这些蓝筹 我觉得第一时间 如果大家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分辨出蓝筹的几率 我不是想说每一个项目 第一时间出来 我们都知道他是蓝筹或不是蓝筹 我们有几率判断 他变成蓝筹的几率 比较高的这些项目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 是否可以长时间拥有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 就是Hey Hey这个项目 其实因为 他的白名单 真的太难拿了 他这discord 40几万人 快50万人 他们其实只有88888只 所以他每一个 出来通通都是白名单 那就算拿白名单的朋友 真的是都蛮厉害的 那他们之前因为 其实因为等真的是非常久 好多人都已经 就讲都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等这个东西 他们买完之后 等他开图 有些人就直接 在第一时间进去买二手 二手买到6个Eats 未开图之前买个6个Eats 最便宜 你看看这边 他最高其实在9个Eats 那如果你开图之前 有办法买6个Eats到9个Eats 然后你换手 那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赚50% 那我要讲的是 就对Heats这个项目的话 大家如果觉得 他有机会 成像一个蓝筹 那我觉得就是 从这边开图之后 我会找时间 想办法 去看看有什么 不错的进入点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真的不错的项目 不管是市场 或各方面 团队也是很好 但团队后面的road map 他们想做的事情 做不做得到 不晓得 这个就要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我个人是认为 他们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 那如果你看这个 Heats刚开始发售的时候 长这个样子 他开图之后 就从9开始崩 崩到4 现在是4.5 所以他是腰斩 前面的话 似乎还有 比较更低的 昨天跟前面跟大家讲 4.4个Eats 有的甚至比较3点几 那如果你看 现在是不是有点像 不管是有点像空X 早期 开完图之后回档 回档状况 他回档开完图 他其实要花一段时间 比如说花两个月 时间一个月或两个月 那相对 这其实有两个方法 相对就是在没有人 关注这个项目的时候 比如 他的量非常少 没有人关注 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通常都是价格最低的时候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当价格开始动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买的话 比如5个Eats 价格开始动像这种 6.8个Eats 忽然之间原本都是很少 都是几十几十 忽然之间有一根300 但这个只要有量出来 这个代表价格开始动 但这个动了不会马上涨 这个可能是第一波 有庄家或者是有炒家进来扫货 扫完之后 你看第二根 这边又一个161就往上 从这边 但是5个Eats之后呢 庄家扫完货之后就是7.5了 7.5第二根再扫上来 基本上就已经8.5到9了 那如果确定的话 360这个9个Eats上来 像这根庄家确定确定 这个大量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10个Eats以上了 那如果你有办法 我们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买 或是这里买 就确定有这种大量出现的 这种状况之下 就代表这个项目就是有庄家持货 或是有这个金鱼在扫货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好吧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有 一些部位在手上的时候 我们是要短线交易或者是长线持有 那这个就是要看大家做一些功课 自己要分析好 那短线当然是有些项目 这是很high 那短线之内的话 价格可以炒得很高 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先把一半 比如说我们命了两个或是三个 我先把一个放口袋 先把我们成本拿回来 那另外一个等于是送 那这个涨多少其实无所谓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很好项目 不管是有机会命 或是开图之后去捞底 或者是可以第一时间 贩售的时候就去买 最早的时候去买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甚至说你等他开完图 等市场稍微冷静一下的时候去买 这时候通常都可以捞到最便宜的地方 然后之后出现的状况就是 有量往上涨 大家知道这有机会是金鱼捞底 或是金鱼价少货 好吧 请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Twitter 加入Discord 还有我们YouTube 请把那个赞按的话按报按LINE 然后按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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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